哈囉大家好 我是祥林 很多人都在跟我要求 希望我能夠繼續的回去製作方舟 所以我們今天先回來 我想要知道事實上 到底有多少人會想要看 如果你們想要看下去的話 在下面留言跟我說一下 對不對 或者在我的影片點一個喜歡 就是大拇指向上的圖案 這邊方舟已經更新了很多 新的地圖有出來了 它叫做主線方舟 也就是說我們大概可以 從第一張地圖一直玩 然後一直再轉移到另外一張地圖之後 再一起玩一直玩下去這樣子 可是不管怎麼說 我們要現在第一張地圖 稍微的把自己新的人物給鍛鍊一下吧 那我們就先直接開始一個單人遊戲吧 所以我們生存者的名字 就叫做Hero英雄 到底是英雄還是狗熊 我們就直接給它點下去看看吧 那當然因為就是我說的 因為它更新了很多 所以看樣子我們都必須 也許都是要從頭開始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回來了 其實回來的感覺還是蠻好的 不曉得大家的感覺怎麼樣 就是歡迎大家多留言跟我講一下這樣 那我們一開始當然就是要先從撿東西開始了 對吧 那我現在有點寒冷 我現在才 我才剛出生而已 然後我的右下角就在跟我說 我現在很寒冷了這樣 那我能怎麼辦 總之一開始我們當然還是要 可能很快要先建一個據點比較好吧 我不知道 反正我們繼續先制住一些工具吧 那他以前在採集東西的時候會有 呃 攻擊範圍太過於廣的問題對吧 就是假設剛剛這一隻淡水碳龜走到我旁邊 我現在用拳頭在收集資源 他很可能會被我打到 然後他就會來找我麻煩了 那個時候我就會直接被他給弄死 因為我現在等級很低 那我一開始應該大概都是先加重量吧 我猜啊 那所以十字斧頭我們先學一下 勾火也先學一下長矛學不起來了 好吧 所以先來合成一下 應該是可以製作對這一個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鎬子呢 就可以先給他製作下去了 出來了之後呢 我們先裝備一下 然後就要去收集一下更多的資源啦 當然就是收集茅草啊 或者木頭 還有什麼碎石那樣子 當然還有就是一些纖維吧 這可能都是一開始會需要的 所以我們開始 哇 你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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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你打了就跑是吧 你居然看打了就跑 這是誰 我還沒看清楚他是誰 他是暈了還是死了 哇 怎麼這麼多隻 哈哈 偷我東西的吧 是不是 到底是暈 他們暈了 被我的鎬子打到暈 哇 你怎麼這個 等一下 為什麼一開始 一開始 一開始是 這麼這麼 這麼 這麼驚險的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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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肩含 雙肩和龍嗎 還是什麼 哈哈 他是吃什麼的來著 他是吃肉的嗎 這個應該是新的 他 他脫我的黑色的這個薑果啊 塞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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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吃薑果的嗎 他 他身上 我身上塞不了東西給他 所以他的 他的怎麼講 他清醒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訓養他對不對 那先把他弄死好了 就這麼決定了 但是他居然會被我的鎬子 就直接敲暈了 捏 哈哈哈 你居然一開始就來找我麻煩了 就不要怪我 心狠手辣了 我跟你說 現在另外那一隻勒 在這裡是吧 就說了 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 而且我一開始 當然也是會需要瘦皮啊 或生肉的嘛 皮的話可以用來做裝備 一開始 我不知道 一開始就學纖維裝備嗎 還是我先點一下 對 這個重量大概都是要先加上去的 我猜 一開始 我剛怎麼看到有 有什麼影子的樣子 我這樣 我怎麼覺得 剛剛我一進來就被這麼多恐龍圍毆的話 我覺得我的狀況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所以我現在應該會提高警覺就是了 我們現在多收集一些東西 哈哈哈 那那裝備的部分 我想我還是都點一點好了 我可用點數還有五點這樣子 那當然很快了 我們就要去弄這個第一機 什麼的啊 這個我們還要再升級才可以了 希望是還可以再升級啊 看看第一集能不能先弄出一個 簡單的句點出來對不對 不過這邊其實就是出生點啊 等一下對面我好像看到有 有迅猛龍了對不對 對面那是迅猛龍還是 富杰龍啊 有杜杜鳥欸 杜杜鳥 我們來找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拉了一坨東西 是怎樣 杜杜鳥你好 這全身紅的耶 喜氣洋洋的嗎 等級15的杜杜鳥欸 欸 欸這個哦那個不是迅猛龍 那邊那個看起來應該也不是 好好像沒有迅猛龍 這個應該可以直接揍他吧 揍的時候他應該可以暈 他果然暈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的杜杜鳥呢 暈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看能不能來訓服他了 哈哈哈哈 有了我們的杜杜鳥 成功地訓服了 這是我們的第一隻吉祥物杜杜鳥 因為他其實應該也做不了什麼事情吧 那我們 欸 看一下我們可以取中文名字的樣子吧 好像是 欸可以耶 小雞雞 我們就叫他做小雞雞好了 接受 這個應該不會想要來找我麻煩吧 好像沒事 他是什麼 切蛋龍嘛是不是 他是切蛋龍 啊 他怎麼看到我就逃跑了 啊 你看到我就逃跑那一剛走過來幹嘛 總之我們 他可以把它撿起來吧 我記得對 哈哈哈哈 小雞雞小小隻的很可愛 大家看 欸 欸其實他並不小隻欸 大家看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吉祥物 小雞雞 哈哈哈哈 我們重回方舟第一隻訓服的還是他 杜杜鳥 好啦好啦先把他先丟一邊 我要先 我看一下 我要製作一些裝備了吧 我們先弄個帽子吧 先戴個帽子一下 然後 衣服我們也做一下 鞋子也做一下 褲子 欸居然夠做欸 手套 欸可以欸 欸可以可以可以太好了 那我們可以 穿好全部的裝備了 最一開始 最基礎的裝備有了 雖然這個防護功能應該幾乎是零吧 欸欸欸什麼聲音什麼聲音 喔又是你啊 我現在真的很怕 就是 因為這是一開始啊 然後 方舟一直更新 恐龍一直增加有沒有 其中當然也是有很多 比如說就是有攻擊性的恐龍也一直增加 如果有攻擊性的恐龍一直增加的話 那 那其實整張地圖上面的那個恐龍的密度都會增加很多 代表說我隨便走幾步路 都很有可能會直接遇上一些很有攻擊性的恐龍 那我想我們在這個 這張地圖的目標大概就是 這邊有下一個坊間盃嘛 那邊遠處還有一個坊間盃 那個應該都是可以召喚一些 呃 BOSS出來的嘛 那我們就是自己變強 然後呢 馴服了更強的恐龍 之後呢再把他們練強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挑戰那些BOSS吧 也許 他好像是複傑龍 因為我印象中 這一個地區是會有迅猛龍會出來的啦 所以我必須要很小心就是了 啊他的話 行為設置 關閉跟隨好了 幹嘛幹嘛幹嘛 幹嘛 關閉跟隨然後你就可以到處跑嗎 巡邏模式 不用開了吧 他剛居然自己就會到處亂跑欸 好應該應該沒什麼事了 他可以在這邊待著就好了 然後我們在前面一點的地方吧 可能就是 弄個據點 因為這邊的話呢 也有水可以喝對吧 所以這邊可以喝水 然後 哦食物哦 我剛剛應該有一些生肉吧 對 那我可能要先弄個引火出來的嗎 引火的話 哇我們先來製作 欸引火還缺 碎石跟石頭還有木頭全部都缺 那我們這邊斧頭有製作了嗎 還沒有 斧頭應該可以製作了 沒有 完全不行 所以碎石跟木頭還是缺 木頭這邊有嗎 有什麼大不了的 欸又升級了太好了 那我應該可以 學習那個了吧 學習那個什麼什麼 基地的一些那個藍圖了 這邊先打一打 碎石跟石頭也還是要收集一下的 那其實我這邊收一收 我想我身上應該很快的就會很滿了 哇他這個碎塊還是一樣炸的這麼圓 那當然一樣 大概就先加重量吧 先加重量就對了 那門框啊 屋頂啊 牆啊 欸門還學不了 沒關係 我們合成東西合成一下之後 大概就可以學得了了吧 我猜 那這個先製作一下引火 我們先在水邊放一個引火 然後先烤肉吧 就看起來我的肚子已經餓到 應該已經開始準備要很餓了 那我們來 先把引火先放著一下 然後我們應該可以烤點肉了吧 烤肉應該沒問題吧 不會跟我說我烤肉都有問題吧 點火一下 OK 太好了 這種感覺還不錯 重新回來方舟這個生存的感覺啦 這水 我現在都待在水邊應該還好 不用立刻製作 那大概就是要繼續收集更多的資源了才對 是的 那斧頭就要裝備一下 然後去劈 劈柴 欸這邊還缺 缺木頭 這個用鎬子真的收集的木頭很少欸 所以 茅草如果說感覺好像還蠻多的話 那就先 先製作斧頭 然後用斧頭去砍樹 這樣就不會一直收集到茅草了 哇 他的資源獲得量有變多嗎 奇怪 我怎麼感覺 我怎麼砍一棵樹 我怎麼砍一棵樹 這邊就95個了 這是不是有東西了 剛剛什麼東西飄過來了 哦是 哇 有新增這種東西哦 哇他在 他會直接從水裡面把魚雕出來 然後直接咬掉欸 這什麼鳥啊 這種自然景觀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可以看到他狩獵的過程 這個自然景觀超讚的 這也應該也是後面增加出來的吧 打開一下物品欄 應該有肉可以吃了吧 這個是烤肉沒有錯 熟的烤肉那我們直接先吃肉吧 水的話旁邊就有了嘛 我們吃個肉 吃個兩個吧 然後我們應該現在就可以先來做個地基了吧 第一基我想做四個就好 我們 我們家的 欸 劍心象的鞍欸 我已經可以學了耶 可是沒什麼用啊 哈哈 好像 一開始應該不會去 弄到劍心象 然後彈弓的話呢 可以比較好的在遠處把恐龍打暈吧 當然現在效果怎麼樣我是不知道啦 當然可以都慢慢的來試一下吧 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獲得多一些的資源 然後我們這個吉祥物呢 杜杜鳥呢 到時候就要放在我們的據點裡面這樣 欸 我總覺得好像在這一條河流的對面那邊 好像比較可怕一點的樣子 那不知道什麼東西一直卡在那邊 然後一直走 所以我覺得我的據點 應該還真的是先設在這一邊就可以了 對吧 我個人認為啦 那我們就先這邊就蓋一個 對 先把一個基地先蓋出來吧 二乘二夠大嗎 可能暫時夠吧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要製作的呢 還有就是一個門框 然後一扇門 還有多少個牆壁啊 呃 四個天花板 好 材料已經又不夠了 不用懷疑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學一個儲物箱了 剛剛我又升級了 欸 對 長矛應該還是學習一下吧 彈弓可以 欸 彈弓學不了 該死了 哈哈哈哈 好啦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來決定一下門的位置啦 那門的位置呢 我們就直接針對著這裡吧 可以直接看到螢火這邊 我這邊上不去嗎 可以直接上來 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還會需要的就是 七面牆壁嘛 七面牆壁 然後天花板是還有三個要做 所以三個天花板先做吧 欸不對勒 大家看我這個 我怎麼 我的重量怎麼已經快要滿了 我升級全部都一直在加重量欸 而且我重量現在已經快要滿了 哇 我真的需要先弄一個儲物箱啦 這個 就隨便先三點東西了吧 哈哈 我奇怪 我身上到底都是些什麼東西啊 木頭吧 木頭都超級重的啦 哇 那這樣子 總感覺我這個 重量一定要加到很高才行啊 不然就隨便收集一下資源怎麼已經 到了這個程度啦 欸 這個門的話我先裝備一下 對 門的話先弄上去好了 這樣子我們就有門可以用了 好 先打開吧 雖然現在根本不用門 欸不對勒 我的屋頂一個不小心 製作了五個出來了 什麼 但是屋頂現在還可以這樣蓋的啊 那那既然如此 我的屋頂 就再多做一個好了 對不對 這樣乾脆就多做一個屋頂好了 然後就可以變成二乘三的範圍了 欸 也不錯啊 好啦 這邊這兩個也給他放下去 這個怎麼可以蓋成這樣子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他居然還沒有壞掉這樣子 也太神了 太好了 我們彈弓咧 就可以先給他學下去了 這個麻醉藥大概都是需要的 我現在 天啊 點數怎麼 這個點數越消耗越多是不是 啊 我現在右下角 那邊又跟我說我現在有點冷了 啊 我現在 現在是怎樣 啊 這個太陽不是應該 太陽 太陽應該都有照到我吧 我怎麼現在 我站在這裡就開始覺得冷了 呵呵 所以說 這個抗性搞不好 就是未來也還是一樣 我之前玩的時候也是把抗性點到蠻高的嘛 就不管到什麼樣的地方去 那不會 就不會特別容易感覺到 我熱或特別容易感覺到冷了這樣 那邊有一些資源好像可以拿 欸 我們過去看一下好了 也許可以直接撿到什麼有用的資源 然後我居然排泄了 他要這樣子歡迎我的嗎 欸 等一下 那一個看起來很不對 那一隻確定是迅猛龍一定的 而且他身上呢 冒著紅光 他是精英迅猛龍吧 天啊 這邊居然已經出現精英迅猛龍了 我是不是先準備好個武器防身一下 雖然我身上的武器遇上他應該真的沒有用啦 勉強打一下囉 能不被他發現是最好的啦 所以我們先蹲著走好了 是的 蹲著走 不要被他發現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長矛呢先準備好一下 印象沒有記錯的話 以前長矛是很容易壞的啦 這個木製長矛 那現在應該也還是一樣很容易壞吧 別跟我說迅猛龍 原來不是迅猛龍 是你啊 小兔毒啊 還好 我這個很強力的閃躲技巧 你以為哇 真的壞啦 什麼鬼 戳個幾下就壞了 你想逃跑嗎你 26等的 先搜刮一下 這邊剛剛打得這麼厲害 應該不會把那個迅猛龍給引過來吧 欸 超危險的欸 補給箱先打開來看一下 欸 他直接給我門喔 欸 我不需要啦 欸 等一下 牆壁什麼的還是有欸 欸 我可以考慮就是改變一下我這邊的 我的那個據點 因為我這邊收集到東西了嘛 那看起來還蠻容易肚子餓的欸 現在我的那個飽食度呢 又掉下去了 所以要吃點我剛剛烤好的肉了 那我現在那裡面應該還有一些烤好的肉 可以拿起來再吃了 先回來這邊一下 翼龍 哈哈 等級22的小雞雞還在這邊 那我們把小雞雞先撿起來一下 小雞雞你可以 你可以先進去了 咻 欸 他是不是好像排泄了一下 那剛剛有撿到一個門框 然後一個門的話 我們的門框放在這裡好了 然後門的話就放在這裡這樣子 然後天色看起來已經準備要黑了 我們這個據點一定要趕緊的搭建起來 欸 遠方那邊好像還有資源可以拿 可是那邊有靜音迅猛龍的樣子 千萬不要亂過去了 然後我們這邊 剛剛地基 欸不對欸 我這個物品欄 地基有多拿到一個 天花板有拿到多一個 所以地基的話旁邊這邊搭一下 那好像有點怪怪的 可能要多 多 多做一兩個吧 哇 太好啦 修個稿子 然後我就升級了 現在很缺茅草 那茅草 因為我蓋的是茅草屋子 那缺茅草也是蠻正常的 那現在 現在我們先不點技能那些 最重要的事情要先做 大概就是 地基還要再做兩個 那變成三乘三啊 怎麼 怎麼 怎麼我的這個據點是越來越大 是怎樣 那這個重量當然也就是 直接先給他點下去了吧 然後技能我們再說我們先 天色要黑了 趕緊先把這邊蓋起來 所以牆壁的話 好像是有八個的樣子 那先把那邊先蓋起來好了 因為 菁英迅魔龍好像是在那個方向的 我先把這邊都先蓋起來一下 讓他看不見我 看不見我 我應該就可以比較安全的吧 欸沒了 我現在還缺兩個牆壁 那裡面超暗的就是 噢太好了 噢甜蜜的家終於是完成了 但是我現在很口渴 很口渴我們又要出來 我現在有點冷 為什麼 我才剛走出來 你跟我說很冷 我喝不到水 我喝到了 終於喝到了 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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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總是要顧慮一下那個周圍 哇已經有腐肉了 欸腐肉其實也不錯啦 就留著吧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呢 肉先拿過來 欸生肉還在欸 所以我們再拿一些腐肉還是拿起來吧 這個先放進去 繼續點火 我們繼續烤一下這邊的生肉 我身上還有 先都拿起來烤一下 然後又可以吃肉了 哇太好了 我的飽食度完全沒有問題了 然後呢門先關起來一下 你不要再跟我說什麼 我會冷了 我在這 我在自己家裡面 太好了 右下角那個不見了 你在 你在家裡面幹了什麼 喔他居然下了蛋了 你居然下蛋了 你還升級了 為了保證你的生命安全 我覺得還是加一下他的生命值好了 那我現在有18點嘛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我自己要學一些什麼樣的技能出來 當然火把是一開始本來就會了 這個鞍可能都要學一下吧 但是一開始我們還沒有弄到健身相 甚至連個影子都還沒看到 所以先把麻醉藥啊 研磨器 這隻是誰 這隻是誰 別鬧了 他要來拆我的房子嗎 不是是翼龍啊 翼龍他剛撞到了我的房子之後 然後翼龍不爽就對了 你沒事你不要來撞我的房子啊 那看起來我好像還學不了床嗎 還是我沒有看到 富杰龍在這裡 所以我才剛可以學富杰龍 但是我現在呢 沒有那麼多的點數可以用 那也沒有床的話看來就真的只能先從 瘦皮睡袋開始製作了 沒錯 沒關係這最一開始 結果我連瘦皮睡袋都弄不了 決定了出去吧 有誰要給我打的給我瘦皮 吃的都出現啦 這邊大家看我的食物 掉的還蠻快的 所以我可能要吃 蠻多的囉這樣 這個就重量先把它加到200吧 沒有問題啊 然後 撿一床已經出來了 呵呵呵 剛剛好 什麼 望遠近 這邊我也學了 我一個不小心點下去了啦 但是他要水晶啦 水晶才能製作 現在目前應該都還沒有啦 流星鎚是 看看等一下要不要學 或者我們看看富杰龍的鞍 要不要先到時候先給他學下去 然後我們先抓一隻富杰龍 至少我們有一隻可以騎乘的恐龍嘛 不像這一個就是要我抓著他這樣子 床需要一堆瘦皮睡算了吧 呵呵呵 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有那一堆瘦皮了 那就只好先把對像這個 我們就這樣放著一下 我的個人睡袋已經有了 太好了 這樣子的話 整個家裡面就比較有感覺了 就是一個家的感覺了 所以據點就算是 一個徹徹底底的完成了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吃點肉吧 那看來這個晚上的時間好像也到了 就我所知 這個晚上會非常非常的暗 那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就先帶著他出來一下 我們一開始再怎麼說 據點都已經先完成了 所以我們可以拉遠 那看這個兔兔鳥 真的是很大隻欸 應該剛剛叫他大雞雞的 不是叫他小雞雞哦 好 沒關係 總而言之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防舟生存計畫 感謝大家的收看 期待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